它这台机器发热 然后我测它这个电视角的对比iG体质 发现它这个机器直接就是漏电状态 我们用稳压电源在测试 它直接已经跳到了500毫安以上 没有开机的情况 先将主板封城 看一下是哪片板的问题 测试之后发现还是这片逻辑板出问题 那么我先将这逻辑板熏白 然后给它供电 看一下什么地方融化 这是松香烟 它都没有融化 但是我摸它这个硬盘 边上这个触摸供电这一块 它烫得比较厉害 所以我先将它拆开 打上松香烟 它这个触摸供电IC直接就融化了 现在直接将它更换掉 一个看一下 拆一下 现在装一个上去 更换完之后 将这个逻辑板和信号板贴合之后 再测试一下 现在对叠IG体质恢复正常 已经接近2000了 那么这台机器的故障就已经排除了 开机测试一下 现在也亮了 它这个屏幕缺陷 是因为进水之后 它这个屏幕坏掉了 解说了这么久 点个赞呗